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伴想拥有更大的庭院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 镇东别墅也是位于茶中区的中心地带 那么距离附近的商场的话 也只有10分钟的车程 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养老庭院 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个水系花园 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么顺着这个布台 我们往前走 在我的右手边是车库入口 那么这个车库是可以容纳两辆汽车 同时还有一间宫位 首先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栋别墅的一个格局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我的身后是主卧 客卧和客餐一体空间 但是呢 我要首先为大家介绍这栋别墅的 草坪花园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那么整片的草坪呢 大约是有400平的空间 在它的后面 不知道你们来泰国看没看见 有没有玩过这种的啊 就是往前丢 看谁丢的更准 经常我们在沙滩的地方啊 能看见当地人玩这种 沙球啊 也是非常的休闲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见呢 这栋别墅啊 依山而建 环境也是非常的秀美 硕大的两棵孔雀树啊 也是起到了点式的作用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就来到泳池的位置 整个泳池空间 长8米 宽5米 我们可以看得见 还做了一个水墓的设计 对不对 那么整片泳池的循环系统就在它的水墓的后面 那么现在呢 就带大家正式的进入到室内来参观一下 那这里呢 是躺椅的露台空间 对吧 后面是 户外 会客空间和用餐空间 好 首先 我们来到它的厨房空间 主人呢 是法国人啊 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间 厨房空间 刚烤好的法式面包啊 那在这里呢 是它的 储藏室 在它的后面 还有一间 户外 厨房 其实我们发现啊 就是不管是豪宅还是民宿 其实我们发现它都有两个厨房 真的是设计的非常合理啊 好 厨房空间 参观完以后呢 我们来到会客空间 那么这边呢 是我们这栋别墅的会客空间 空间还是蛮宽敞的 中间有个酒球的美式台桌 对吧 那么旁边是会客区域 再往后走 就是我们的客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一面 移门呢 其实非常的阔组 能够看到户外的 所有的 景观 对吧 而且空气 能够得到很好的对流啊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得见 整面墙都是采用了双面 而且设计了一个嵌入式的移门啊 还是 蛮细心的 在这里呢 是它的监控区 其实在泰国 大家还是非常注重它的安全 对吧 那这边呢 就是它的客卧空间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间房好像是一间 公主房 对不对 在身后呢 是它的露台 对吧 外面也是种满了热带植物 左手边是领域空间 那这栋别墅呢 因为位置呢 是在 查隆区的大佛山下 所以它的价格呢 其实 非常的 平民化 我们来到它的客卧空间哈 那这一间客卧呢 同样它的 景观也是面朝 泳池景观 对不对 那旁边是 淋浴空间 和 衣帽间 其实 整栋别墅的一个 结构哈 还是蛮中规中矩 还是蛮居家的一个结构 那这边呢 是主人的 淋浴空间 采光也是非常的充足 中间的悬空 洗手台 那这里呢 就是主人的 主卧室 后面是它的 衣帽间 双人床 直面 对面的 泳池景观 好 我们一起来到户外哈 这种别墅呢 不大 但是呢 对于我们 国内的朋友来说 1000多坪的占地 还是非常的阔瘦了 对不对 出来以后有一个宽大的露台 旁边 是休息空间 听着水声 对吧 也是非常惬意 在这里喝喝茶 聊聊天 好 那么 这栋别墅呢 就带大家参观到这里 怎么说呢 这栋别墅给我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居家 对吧 那么今天这栋别墅呢 就带大家参观到这里 跟着平行大叔 看遍普吉豪宅